这一阵子去台北东区逛街的女生应该会怕怕的 因为出现了一名刺臀怪客 专门在闹区找落单女子下手 幸好在昨天晚上警方已经将嫌犯逮捕归案 一名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骑着脚踏车 若无其事的经过松江路口 接着一名长发穿着牛仔裤的女生 似乎感觉到一点不对劲 摸着自己的臀部缓缓的走到柱子旁 一看才发现刚刚有人拿着尖锐物品 把他的臀部刺得满是鲜血赶紧报警抓人 在市区内而且周围都还有人 所以这个歹徒可能就是一定时间 就大概每隔一个礼拜就发生了这样一件的案子 应该是随机的找适当作案落单的女子来做作案的对象 这名次屯怪客除了在中山区犯案 上个月底在联合报旧大楼 还有一起7号的时候一名朱姓女子在复兴南路往北走返家的路上 穿越市民大道马路时臀部也遭刺伤 半个月内选在深夜而且都是在台北市闹区的精华地段 针对夜归的落单女子连续犯下三起案件 让女性人心惶惶 警方发现歹徒随身带着许多尖锐物品应该都是他犯案工具 我们在查证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感觉到他是脾气比较暴躁 然后对于家庭社会等等都有蛮多的不满 王姓男子落网后完全不配合警方办案 警方言判有强烈的反社会人格 犯案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对社会有所不满 警方还在持续理清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